随矩一点 弦的小钻它都是从中间这里 拉过来一个圆形的角度 过来这么一个圆形的角度 这边一样 这个圆形的角度拉下来 底下是用木头 如果说我们强调的是空间的间 就是间隙 那我们就用日或月 我在强调我们现在国字是定位为日 其实从古代来讲都一直是用月 没有很少见到古代字里面用这个日来形容 这个空间的间或清闲的弦 这个字比较少 因为它不是强调那个门缝 强调的是闭门安歇的意思 然后这个跪就是从木 底下这个 土的两个底下留空白留多一点 那代表横画是横向的居中 不要太高 人显桂花落 这个花呢 小钻是从原来木头变成了草 就改变比较大 它写两个类似入还是两个人一样的 它这花脱的形变得有点变形才厉害 从中间拉下来之后稍微有点点粗细的变化往下 这样就可以 又是一个臭字头 这三点水 这个体费在从柄 这个地方要从柄 这五个地方可以看 这五个地方的机会 这个地方可以看 从这里来 就是这几个线 就产生了关系 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就一张 Lights 我们再次的捞点 我把它适当 eh 되幸运